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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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只要我们在试射飞弹的时候 很抱歉 美国的船也来了 中国的船也来了 日本的船也来了 我们叫所谓情报收集舰 那这些舰艇来的就是干嘛 收集你的电子参数 那同样的在所谓的东海 或是所谓的我们的钓鱼台 或是日本跟韩国的所谓独刀海域的争议 他们也是透过所谓的渔政单位 在互相所谓的做对峙的动作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他们南海的渔船 他们跟日本海上保安艇的舰艇 做那种对峙的动作 那我们很可惜的 我们在所谓的保钓运动 或是保钓渔船去的时候 我们常常被碰撞 被碰撞 被追赶 那我们的海巡署呢 他有划定一个占定执法线 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 我们也宣誓说 要派海巡署船去所谓的护雨的动作 那可是我们按照摊开比例上来看 我们的海巡署跟海上保安艇 甚至我们的海军 跟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军力 跟舰艇数 那是不能比较的 第一个不能比较 那代表你要去 什么叫巡逻的巡逻 或是护雨的次数 相对会减少 因为他军舰或舰艇 或巡盲艇 他不是说三艘就有三艘可以动 你看三艘 他有一艘在港内 一艘在巡航的途中 一艘只有一艘船 在所谓的定点 出世的海域 所以你要通常 我们会处以三 你如果有三十艘军舰的话 通常只有十艘可以在海上 海上所谓的机动 或从事任务 那你还不包括他要碎修 他要进船或碎修 然后像海巡署 他们会拖到所谓的船台 我们叫白带雨 因为他们其实白色 他们要碎修 碎修跟保修都要保养 这些你船都要扣掉 然后你看要扣掉人员的轮值 这些 所以假设我们海巡署 有100艘巡防大小舰艇 那其实你能派出去的 可能不到33艘 这是一个重点 那因为在我们海巡署 因为它是所谓的 四个单位合起来 2000年合起来的单位 它内部有一些问题 还是有一些要去磨合 那我们能派出去的舰艇 非常非常少 而且我们海巡署 它没有专属的机队 没有直升机队 我们只有 我们只有勤务总队调派 然后像日本海上保安艇 它有专属的直升机队 然后他们甚至还有拍摄 一系列的所谓的招生电影 来招募所谓的海巡队 他们的海巡队 这些我们都要学 那你说我们台湾四面环海 是一个海权国家 或是什么海洋国家 那很抱歉 我们实际上都看不到 我们在政府在推广 这个海洋的意识 那这个海洋的意识 包含所谓的渔泉 所谓的海上游戏运动 不是说每次碰到 比如说像我们去游泳 逆地就说 这个海域要封闭 其实这个想法不对 甚至老外的想法是说 你们要去玩可以 那我提供你安全的器具 这个才是所谓的海洋意识存在 那同样的他们把 西方国家把这个观点 落实到他们的海权身上 那最著名的案例是197年代 所谓的雪鱼战争 英国跟冰岛在 从事所谓的渔泉的对抗活动 你看冰岛是一个没有武装的国家 可是他敢敢跟英国做所谓的渔泉对抗 叫雪鱼战争 对啊 为了那种雪鱼 我们吃的雪鱼 我们很难想象说 你看小小英国 对啊 冰岛跟海权大国 英国做对抗 你看从这个冰岛的案例 我们可以反思 其实我们还有一定的 海军的实力跟海巡族的实力 没有错 我们要常常去做 不管是像刚刚 钟伯大哥所讲的说 国赏那样 没有错 其实都要去常常 所谓的 我们要舰艇 叫所谓的旧定位 旧定位 不管是巡逻啦 经济海洋巡逻 护鱼啦 甚至棄师 这些都是可以的作为 好 那么有还说 马总统提出来 就是东海和平倡议 当然刚刚也有讲到 说落实上真的相当的困难 那我们就假设 好 中日如果开战 台湾要站在哪里 中日如果开战的话 台湾维持中立 最多维持中立嘛 因为中日真开战的话 就等于是美中一定开战 安保 安保 就是周边事态三法 放在那个地方 那是美国做日本的保护衩 他们会让任何一方都有可能 好 不要讲日本好了 应该不会 大陆跟美国会搭议 让台湾中立吗 不中立也没有办法